流姓少年脚上的球鞋来头不小 在网路上的行情价高达25800元 而他的背包则被其他网友估价 售价约为5000元 有网路商家抓住 昨天,也就是4月20日 一名17岁流姓少年 在新北市土城区四串路 当街犯下害人听闻的犯罪行为 对于这件事相信大家都略有闻 然而,这名少年身上的穿著 竟意为重为众人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首先,是有网红指出 流姓少年脚上的球鞋来头不小 是日本时装设计师阿布千登寺 改良安DAIKE经典鞋款设计 所推出的The Saka Exynical Waffle Black Anticide系列 在网路上的行情价高达25800元 而他的背包则被其他网友估价 售价约为5000元 有网路商家抓住时事热点 推出了一款名为 《钢布衣冲锋包》的背包 宣传该款背包为 土城著名社会人物同款 并强调出门走跳必备等标语来进行宣传 该名少年不只穿住 其身家也遭到起礼 引发乐意 据报导 他的父亲是个治安问题人士 经常进出监狱 目前因毒品案被关押至2026年 刘少年的父母早已离婚 他是由祖母抚养长大 祖母表示 刘少年从小就不听话 让他担忧 由于祖母担心刘少年未来的生活 将2006年在中汉南四角购买的 一户四楼顶楼公寓过户给他 当时购买价格为300万元 如今已升值至千万元 据了解 祖母购买了公寓四楼及顶楼 之后将顶楼改建为套房出租 由刘少年收租 小小年纪就成为少年包租公 穿着高架球鞋 这引起许多网友的羡慕 有没有留言 阿嬷还缺孙子吗 也有网友表示感叹 认为有千万豪宅能收租 已经是人生胜利主 还去搞这些事情实在是可惜 社出上班一辈子买不起一间房 屁孩爽爽继承还不懂珍惜 但这起事件 更多的是引起众人对台湾自然的讨论 有人留言写道 台湾已经墨西哥化了 杀人放火金腰带 修小补入五四海 回岛黑道治国不意外 巧得是前些日子 美国总统候选人 拉马斯瓦米 提议发放给台湾家庭 每家一把大支的 让台湾人可以全民皆兵 以应对威胁 但经过了这次事件 台湾网友们纷纷表示 先不要 好恐怖 每天出门可能就会担心生命安全 台湾真的不适合 只会让这种事一再上演 新北流姓少年的案件当这个 原本就不多人赞成的提案 反对声让更加强烈 大家对于新北少年穿名牌 闯收住却跑去犯罪 有什么看法 大家又赞成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提议吗 都欢迎留言表达自己的看法哟 感谢收看VN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